订阅观传YouTube 即时文法智慧度开 南投乌居士 菩萨界28岁 你讲到第一次大年初五 会在家里献上灌顶法会参加 那你在自家参加法会的场地 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比如在家需要结界吗 如果你会结界 在家里结界一下是很好啊 或者灌点的时候要社供吗 那当然好了 我们在皈依的总界别界就有讲到 常时需供养三宝 我们佛弟子常常供养三宝 喝杯水之前先供养三宝 要吃饭之前供养三宝 吃个苹果之前先供养三宝 买一条围巾新的 自己还没用先供养三宝 买一双袜子新的还没穿过 先供养三宝 买一台汽车先供养三宝 买一栋房子先供养三宝 让自己再住 要常时供养三宝 养成这样的习惯 为什么会修行的人 他积聚福得很快速 差别就在这儿 所以你说在家里领受灌顶 自己有佛堂 要射供那很好 没有也没关系 在家需要结界吗 你会的话那就做 但是不管你会不会 金刚上师这里会做 我在灌顶之前一定要驱魔结界的 那你在美国就结到你那儿去了 你在香港就修到你那儿 你在马来西亚一样 同等得到加持 所以这也无需担心 这个上师这里会做的 点选右下角 订阅观音山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开示 与直播通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